不法分子开着改装裸里道油栈添购津贴柴油 再转手卖给工厂牟利 最终被Pili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识破 将两名本地男子逮捕归案 还充公了大约100万令吉柴油和资产 Pili内贸局局长拿督卡玛鲁丁发文告说 执法人员用了一个星期搜集情报 在昨天下午展开披露行动3.0 突击检查Pili半岗新邦安拔 一家非法储存津贴柴油的仓库 进一步搜查之后发现了8个油罐 其中含有估计4415公升的柴油 被逮捕的两名本地嫌犯 年龄届于50岁到61岁之间的 货车司机和看守场地的经理 当局也将调查油栈业者是否同流合污 案件将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 以及1974年供应管制条例调查 已查出柴油的来源和分销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